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这两天我的后台私信基本都是这些 是的,都是在跟我说斯丹又回归直播了 其实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斯丹曾发过一期退网视频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做个俗人吧 得知坦然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要退网转行了 当时这个视频一出 搞得很多粉丝也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十分的能够 毕竟斯丹是一名优秀的主播 他的直播给粉丝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突然间要退网了 大家肯定都是接受不了的 而当时我也是发了视频 也是以为斯丹真的要退网了 但这两天看完粉丝的私信 在搜索斯丹账号的时候 发现斯丹4月份发的退网视频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在直播动态里 看到5月份斯丹一共进行了5场直播 基本上都是在晚上或者凌晨的时候 由于斯丹直播的时间比较晚 以至于很多的粉丝都不知道斯丹已经回归了 现在回头想一想 可能当时的退网视频 只是斯丹一时不小心发的 但是不管怎样 回来了就好 毕竟斯丹拥有500多万的粉丝 我也相信斯丹也是非常爱自己粉丝的 加油斯丹 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好了 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